我很小的时候,父母的花园里有一只夜鹰,它的声音非常优美动听,我非常喜欢它,常常常常日与它作伴。 后来我家中出了一些变故,我离家远游,从那时起就很少回去了。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那里,但每次回去只要看到它,我心情就会好起来。 直到有一天,我的妻子生病了,我带她离开了喧嚣的城市去老家休养。 在妻子提示下,我忽然意识到,那只夜鹰活得太久了。 夜鹰的生命一般无法超过十年,可它从我最美好的孩童时期,陪伴到我最痛苦的青年时期,整整二十三年。 也是从那时期,我觉得它的声音不再美妙,反而变得凄厉了起来。 你问我怎么确定是同一只? 因为,它们都有一对奇怪的翅膀,而且从来不会飞走,永远停在同样的枝头。 我的妻子感到害怕,于是,我把那只夜鹰带去了一个应该永远无法回来的地方。 至少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,不久之后,我的妻子还是去世了。 我操持完她的葬礼,回到旧居室,夜幕降临。 我又在那个枝头看到那只夜鹰,还是在那个枝头,但却不在长歌。